價錢狂跌了 跌了一塌糊 菜飯大山叫馬由於菜量供過於求 本市菜價跌了一半 以高麗菜為例 從一斤二十三元 跌到十三元 白花菜一斤四十變二十 新疆菜一斤三十變十五 菜籃組少貨一把又一把 今天特別便宜 他說三十年來最便宜的 民眾開心減便宜 但菜農與供應商行在堂瀉 這波跌價是亂休假的人為疏失 他被國菜市場春節休五天之後 開市三天又休兩天 到此無法賣掉的菜量過多 三月還要再休市三天 國菜市場店的假期 去年七月就決定 但當時北市府跟北農高層 都沒有發現不對勁 好像這種我們臺北這種大都會 好像不能修飾那種勾天 你問我的話 市長也不知道啊 我是看到報紙才知道說 天啊 這個怎麼會這樣 這場景那個文明科專業 公主的干笑簡潔承認了 北市府官派的本郵董座跟總座 不懂菜價 當初證據捐權的惡果 變成五福菜飯 自己吞 就是張山群聞 太多了 只要張山群聞太多了